每天都現做的古早味蛋糕 今年大年初五也照常營業 同樣吸引大批人潮 就現在就有被害人跳出來指控 自己遭到老闆兒子詐騙 我們談的時候他是講說 大概回饋有 我們投資29萬嘛 那他是說每個月大概能有 獲利6萬塊左右 這間古早味蛋糕店 是附近南亞越市的知名店家 不少人就是看著他的名氣 才想要投資 但是沒有想到最後才發現遇上詐騙 被指控的就是他 蛋糕店的二代無姓男子 詐騙手法幾乎如出一策 在社群群組裡發文 說家裡的店面要開新分店 廣邀親朋好友入股 號稱投資20萬 每個月就會三成分潤 結果不少被害人事後發現 簽約之後對方人間蒸發 粗估至少10人受害 詐騙金額超過百萬 我知道最新的一個老闆娘 是已經一百多萬 那他有陸續還他了 但是還沒有還完 後來是用打工比賽的方式 甚至有人遭詐騙一個人就超過一百萬 而我們實際求證遭指控的無姓男子 對不起 您所撥的電話號碼是空號 手機是空號沒有回應 而古早味蛋糕店老闆也承認知道兒子在外面到處吸睛 但強調他的行為跟家裡的蛋糕店已經沒有關係 如今超過10名被害人陸陸續續站出來提告 除了想要把錢討回來 也要提醒大家千萬別上當 TVS新產品信物新宴 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訂閱按讚 裡面